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佳华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23号凌晨病逝 享受91岁 消息传出各国政要都表达哀悼与慰问 李光耀今年2月5号因感染严重肺炎住院治疗 但病情持续恶化在23号辞世 李光耀被誉为新加坡国父 1959到1990年担任总理期间 强势领导精英治国30年 带领新加坡由经济落后的小岛 一跃成为亚洲最富裕的经济体之一 全球视野带您回顾这位政治强人的一生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23号过世 享受91岁 他的儿子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随后以三种语言发表电视谈话 指出新加坡在李光耀的领导下 从第三世界晋升为第一世界国家 李光耀的离去是新加坡的巨大损失 有始至终李先生最关心的 就是新加坡的存亡 他把一声奉献给新加坡 自力团结全国人民 激发大家自力更生 在他的领导下 我国成功从第三世界晋升第一世界 成为一个让人民引以为好的国家 他的离去对新加坡和我家人 是个巨大的损失 在这悲痛的时刻 我们要把李先生的贡献铭记在心 悼念他最好的方式 就是继续发扬他的爱国精神 团结一致 让新加坡继续繁荣稳定 李光耀病逝的中央医院里 民众神情肃穆 紧盯电视新闻 中央医院外也驻守 大批媒体连线 密切报道相关消息 国际主流媒体也高度关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英国广播公司BBC 和华尔街日报等重要媒体 都以头条报道这起消息 各国领袖也纷纷哀悼致议 总统马英九除了致函表达慰问 更在Facebook放上两人合照 追思李光耀 美国 澳洲 纽西兰 菲律宾和印尼等各国领袖 也表达致敬 美国总统欧巴马推崇李光耀 是有远见的领导者 了不起的战略家和历史巨人 美国国务卿凯瑞 美国前总统老布希 与小布希等各界人士 都推崇李光耀 对新加坡的贡献 李光耀的遗体 23号中午抵达总统府 许多等候的民众 看了不禁眼面唾弃 25到28号遗体将停放 在新加坡国会大厦 供各界瞻仰 并于29号下午举行国葬 新加坡总统府和所有新加坡 驻外使馆外 都开放民众签名调研 追死李光耀 有新加坡国父之称的 新国首任总理李中耀 全出病逝消息 新加坡举国哀悼 2014年李光耀出席 新加坡国庆典礼 在随护搀扶下进场 民众热情拥戴 晚年体力退化的他 曾在2013年出版的自传中提到 希望死亡来得迅速毫无疼痛 拒绝依靠外在干预延长生命 生死他坦然看待 李光耀1923年出生 自幼受英国殖民文化影响 二战结束后赴英公督法律 毕业后回国转战政坛 政治立场清左 1959年他所组的人民行动党 在大选中获胜 李光耀出任自治帮政府总理 当时他年仅35岁 后来他与马共决裂 政治态度上大幅右转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 最终因种族与经济问题分手 李光耀当时发表独立宣言时 还一度落泪 独立后的新加坡 在李光耀积极推动经济改革下 迅速发展成亚洲最富裕的经济体之一 整个政府更是以效率与廉洁著称 李光耀执政长达三十年 期间除了开放外资吸引移民 他也坚持以英语作为通用语言 新加坡族群多元 同意语言避免种族冲突与国际接轨 是新加坡成功发展的关键之一 李光耀直到三十三岁才开始学中文 我学华语 我的年龄是三十三岁 所以英语是我的主导语言 因为我的华语是成年人才学 不能那么留意 每天晚上我学华语 所以现在有办法自由讲究之话 李光耀苦学华语 不必透过翻译就能与两岸领袖交谈 在两岸关系中拥有特殊地位 从1973年开始 李光耀访台至少二十五次 并和顾总统蒋经国私交甚笃 蒋经国逝世当年 李光耀夫妇特地从新加坡来台调记 1993年第一次孤王会谈在新加坡举行 李光耀可说是幕后重要推手 当时海基会董事长 顾政府和海协会会长汪道涵 在美光灯前握手的这一刻 成为两岸打破僵局的历史性画面 1990年李光耀卸下总理职位 退居幕后 但仍关心两岸政局 像是2012年台湾总统大选 李光耀还公开分析各候选人选情 至于两岸未来发展 他认为经济问题将是解决 统独争议的关键因素 李光耀综合新国政坛 这位全世界在位最久的总理 创造了经济奇迹 但也管制言论打击政敌 新加坡虽有选举制度 但李光耀成立的人民行动党 长期掌握各项资源 而子李显龙相隔一任 更接下总理职务 这些都引来对李光耀专制 微群的批评 不过他带领新加坡独立建国 打造联名稳定而有效率的政府 2013年人均GDP高达5万2000美元 名列世界十强 这对东亚的政治与经济贡献极大 影响更是极其深远 中央社众投的报道 中央社国际新闻 中央社众投的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2015亚洲射箭大奖赛首赛在泰国曼谷登场 宣传蓝色上衣的中华队选手 谭雅婷在帆曲宫女子组中 威力克俄罗斯选手夺得金牌 男子组王后杰最后以一分之差 输给了印度选手夺下银牌 总继中华队在个人赛获得四金三赢三桶的夹击 我觉得我自己一开始的状况没有很好 对那我很感谢就是教练一直在后面 就是有提醒我我状况不好的部分 然后一直有在就是在场上指导我这样子 对那在临场的反应的时候 还好其实有教练在 那我才有办法把状况调整回来 那我觉得就是自己觉得今天表现还不错 亚洲杯射箭大奖赛被视为7月世界杯前兽阵 中华队教练李大志表示 除了肯定中华队表现外 也希望这场比赛能增加选手们的国际比赛经验 那其实这场泰国亚洲大奖赛 其实是我们中华队应该是说 这个设定在7月份世界杯有关这个奥运门票 这资格赛的这个等于是赛前的准备 那么这一战其实就是在增加我们选手国际赛的经验 那么整个全场下来 当然还有一些部分我们觉得还可以再加强再修正的 亚洲射箭大奖赛结束后 中华队选手们将紧罗密鼓的准备7月世界杯 期盼能在世界杯再创佳击 为中华队取得2016巴西奥运的参赛门票 中央社记者刘德昌曼谷报道 阿富汗守卫以民主方式选出的总统加尼 将于3月24号出访美国 与美国总统欧巴马会晤 欧巴马去年5月宣布美军撤出阿富汗已将近一年 因此缩减驻军数量和是否保留部分美军基地 也将是双方会谈的焦点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多国作战部队撤离阿富汗后 阿富汗当地军队和警力面对接连不断的塔利班攻击 因此外界预测这次双方会谈 将讨论安全、经济发展和与塔利班和解的议题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视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家华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